Hello 我是Agnes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要怎麼做基本的黏土馬卡龍 我們會使用到的有這些 第一個是海綿 第二個是兩尺 第三個是一隻牙籤 第四個是牙克力版 最後一個是牙克力顏料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首先先拿出一塊黏土 然後將牙克力顏料擠些許在上面 並且開始搓揉 以撕開再揉回去的方式 重複這個動作 直到黏土的顏色分佈均勻 或者是你想要做大理石 紋路的話就可以不用讓它融合到那麼完全 接著我們要拿出兩次 並使用一茶匙這個大小 將黏土分成兩半 並且搓圓 然後放入湯匙內 擠壓 在平面上擠壓 會像影片中這樣子 然後再用壓克力板 將黏土壓扁 不用太扁大概5mm的大小的厚度 然後我們拿出牙籤 開始搓馬卡龍旁邊的那種類似裙邊 是以先將黏土壓扁 再將黏土搓進去 搓回去的這個動作 來做出它的類似裙邊 接著就將它放到海綿上帶乾 並且開始製作另一塊 完成後就將兩塊放在海綿上等待4到5天 乾掉之後呢 就是會像這樣子 然後摸起來呢是硬硬的 有點像保麗龍的感覺 你看喔我用力捏它也不會凹下去 我很用力了 然後它對喔 抄起來還是蠻磁心的 那種感覺 我大概放了4天還是5天了吧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內餡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個可以做內餡的方法 那我今天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也不用什麼其他的器具 你一樣只是拿出一塊黏土就好 那一樣是把它搓圓 有些教學我看過是說直接把它壓下去 可是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我之前做有些失敗的例子 就是壓下去的時候它爆漿爆太多 所以我會建議你先 稍微把它壓扁 然後呢 大概是這個大小 比起來是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輕輕的推 把它推到四周看一下 看你覺得 這個 夠不夠 這樣側面看起來其實覺得還蠻剛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用力啊 好 可以的話 就可以把它撕掉 然後再重新做一次 這是為了量它的尺寸有沒有OK 好然後我們拿出 保麗龍膠或是 保麗龍膠或是 其他的膠水 我自己是習慣都用保麗龍膠 因為黏土的話 算還有黏性 但是它乾掉之後可能就會 比較沒有那麼黏 然後土在這裡 也不用太多就是薄薄的一層 不然它一樣會跟著爆漿 上一下都要脫喔 好 接著就把剛剛這一塊放上去 固定好 然後把它的那個厚度壓平均一點 這樣等一下擠的時候 比較不會哪邊比較多 哪邊比較少 一樣是把它慢慢推到外面 從中心推 因為中心看不到 所以其實是沒關係的 好 差不多了 然後再把上面這個蓋起來 好 蓋下來之後呢 我們再用力 稍微用力把它壓一下 它就會自然的溢出來 有看到嗎 一點點自然溢出來的感覺 好 麵也可以壓一下 因為它乾掉之後 會再收回來一點 所以可以拉多一點 沒關係 用好之後就會像這樣 那這顆馬卡龍就完成囉 我們可以再放等它乾 然後乾掉之後 再上一些亮光器或保護器來 保存這個作品 然後你也可以再放上 酒針或者是其他的工具 把它做成吊飾酒 這就是酒針 然後你就是把它 一樣沾一點膠喔 這邊沾一點膠 然後把它搓進去裡面 這樣它之後就會變成一個 有勾勾的吊飾 如果你想要看逐步的教學 我也有發文章版的 連結會在資訊欄 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囉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歡迎給我一個讚 那也歡迎你們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